真的高牧师是很满的一个人 如果住在你家的 他跟你分享分享 分享到很夜 那我们很爱睡 我们说高牧师我们休息了 当然他说好 他没有去睡他还在办事情 而且是预备分享讲道 他真的是很老碌的一个宠道人 他也很关心人 师奉很英勤 特别忠心 你看他就是这样的 这个一回到忠心 就是又修什么 剑什么 他都很满柔的 帮助人 那么师母说有一个姐妹是吗 她是弟兄 不知道 就问他说高牧师啊 你这样子做啊 值得不值得啊 值得不值得 你们有没有问过自己啊 我是奉神值得不值得 那他就问这个高牧师啊 你这样子的满路 关心关怀传福音 值得不值得 他怎么回答 他就问这个高牧师啊 他说我又不是一个傻瓜 我不是一个傻瓜 我不是一个傻瓜 如果不值得 我早就不做了 所以意思是什么呢 意思是说他所做的每一件的事情 为什么我做都是他 都是机会的 后来我跟师母说 为什么我看到他写的这个呼召 他写什么呢 他写什么呢 他说 所以他说他是有什么方法 在神面前的奉献 念字 我必须彻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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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能有什么保留 主必查看 主必试验